平面上呢 有ABC三点 A点的坐标是E3 B点的坐标是8-6 C点的坐标是-24 O为五元点 如果说OB向量 会等于L倍的OA向量 加上M倍的OC向量 是求L以及M的值 好 O呢是圆点 所以00到任何一点的向量呢 就会等于它的坐标 所以OB向量就会等于8-6 好 会等于L乘上OA 就是00到A点E3 好 那再加上M倍的OC呢 就是00到-24的向量 刚好也是-24 好 那我们来看X分量的部分 好 L减掉2M 会等于X分量的8 Y分量呢 3L 加4M 会等于Y分量的-6 好 这是第一式 这是第二式 我们把第一式乘上两倍 加上第二式 所以2L加3L是5L 那这边呢 -4M加4M没有了 好 会等于8-26 减掉6 所以会等于10 好 那L等于2 我们带回去 第一式好了 好 2-2M 等于8 所以2M 等于-6M呢 就会等于-3 所以M等于-3 L等于2 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2M 5 1 0 感谢观看